而今天3月31号也是王健明的生日 而这也是他回国杨基之后第一个生日 剑仔就许下生日愿望 希望能够早日重回大联盟 而他第二度到牛棚来练头 有媒体就拍到他签约之后 首次穿上的杨基球衣 这背号不是当年的40号 而是向着66大顺的66号 重返杨基后的第一个生日 剑仔没什么别的愿望 就是希望早日重回大联盟 他二度到牛棚练头 被媒体捕捉到穿上新球衣的画面 剑仔的背号不再是当年的40号 而是66号 也就是希望能够穿上40号的球衣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因为那时候上去的时候 就是他就给你一个40号 你也没有挑 对啊 所以就一直穿穿到 到国民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是我要40号 对啊 其实你并没有 我并没有 嗯 王清明随遇而安 球队给几号就穿几号 66号在华人文化 相称66大顺也挺吉利的 但老球迷还是很想知道 如果剑仔未来身上大联盟 有没有可能穿回40号呢 太厚了 太厚了 谢谢大家